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29年的时候 记扎这个人 记扎这个人呢 他到了鲁国 齐国 晋国 镇国 魏国进行了这个访问 进行访问 访问之后呢 就是访问到鲁国的时候呢 他要听这套音乐 要听这套音乐 于是他对音乐做了一番的评论 我们来看具体的细节 吴公子扎来聘 聘的意思呢 就是古代国与国之间的使者访问 使者的访问叫做聘 使者的访问叫聘 吴公子扎 这个指的就是记扎这个人 记扎这个人呢 来鲁国访问 请关于周月 请关于周月 就是说呢 这个想听听 请求听一听周王氏的这个音乐 使公伟之歌 周南 韶南 这个不念昭啊 这个念韶 韶南 就是鲁侯呢 叫月公呢 给他唱了周南和韶南这两首 这两首 记扎听了之后约 他开始评价了 美哉 美哉就是很好啊 很好的意思 使积之以 优位也 使积呢 使积之意就是什么呢 就是周的教化呀 一定奠定了基础 使积就是奠定了基础 优位也 但是还不算完善 然秦而不愿意 秦而不愿呢 是指的人民虽然劳苦 但是呢 很少有怨恨啊 他从这两首歌里就听出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说这是唯之歌 周南和少南 大家知道这些片名的基本都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诗经 古代的诗经呢 是可以入阅的啊 可以入阅的啊 都来自诗经里面的片幕啊 然后这是第一组音乐 第二组呢 位之歌 北 雍和卫 这三个 这三个呢 是三个不同的地方啊 都是国风里的了啊 都是国风里的了 这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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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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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现在呢 都在河南的碑 北部啊 河南的北部啊 三个小诸佛国啊 曰 听完之后他说什么呢 美在渊乎 啊 多好啊 渊的意思是深沉的意思啊 真是好啊啊 他多么的深沉啊 多么的深沉啊 幽而不困则也 百姓虽然有忧伤 但是还不至于怎么呢 很困顿啊 很困顿 武闻 魏康书 武功之德如是 我听说呀 魏康书和魏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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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的德行教化就是这个样子的 实其魏风呼 实其魏风呼 就是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魏风吗 啊 就是这里 这三首的风格呢 和魏风呢 是极其相似 都是歌颂这个德政的 那么这是第二组 第三组 魏之歌王 魏之歌王 曰 听完之后说什么呢 美哉 还是美哉 思而不惧 启舟之东乎 他说好啊 他说又又赞 赞颂了说好啊 然后 思而不惧 虽然有忧思 但是没有什么呢 没有恐惧啊 虽然有忧思 但是没有恐惧 周之东乎 这大概是周是冬迁以后啊 冬迁以后的作品吧 他推断的时间啊 然后接着第四组 魏之歌郑 啊 魏之歌郑 给他唱 歌唱什么呢 郑峰啊 这首歌 曰 美哉 也是很好啊 也很好 其戏以甚 戏呢 是指繁琐的意思 就是说 只是可惜啊 太繁琐了啊 太繁琐 民夫勘言 百姓根本受不了这个啊 事已先亡乎 这个国家恐怕要被 最先被灭亡 所以说我们经常用正声这个词 来形容王国之音和弥弥之音啊 因为他很繁琐啊 人民就承受不了啊 从音乐就可以观其教化 好 看到第五组 第五组呢 魏之歌齐风 曰 听完之后什么呢 美哉 泱泱乎 大风也哉 说好啊 啊 又是好啊 多么宏大的声音 泱泱泱泱呢 就是大的意思 多么宏大的声音 大风也哉 真是大国之风 大国之风 人为齐呢 在当时是比较强大的国家 表东海者齐太恭呼 他象征的是东海吧 然后是太恭的国家吧 表日象征的意思 就是他很有气魄啊 果未可量也 他的前途啊 是不可限量的啊 不可限量的 接着往下看 这是第五组了啊 听到第六组音乐 第六组音乐 魏之歌 冰峰 啊 冰峰也是诗经里的一篇啊 听完之后他说 美哉啊 多么好啊 荡乎 荡乎呢 指的是声音非常的坦荡 悦而不赢 其周公之东获 然后使人欢乐 但是不过分啊 赢呢 其实是过分的意思啊 使人很开心 但是不过分 很符合中庸之道啊 其周公之东获 这是周公东征时的歌曲吧 东征就是去东边打仗时的歌曲吧 很昂扬奋发啊 接着第七组听什么 魏之歌 秦峰 啊 上秦峰 那么记者又说什么 此字未下声 下呢是本意是大的意思 在这里指华下之声 哦 这这就是所谓的华下之声吧 夫能下则大 只有下声才会这么的什么呢 宏大 大之之也 大之之也 大到极点了 起周之就乎 这不就是周王氏周王氏就地的音乐吗 就是周王氏啊 比较呃 以前的靠前的音乐啊 然后歌唱了第八组 魏之歌 魏峰 歌了魏峰 他评价说 约 美哉 风风呼啊 美哉 风风呼 风风呼的意思是什么呢 适中的意思 就是唱得很好 很好 很好听 声调的很适中 大而晚 指的是声音虽然大 但是呢 却很委婉 很委婉 显而易行 节拍虽然急促 却流畅 节拍啊 急促流畅 这是讲到节拍啊 以德赋 则明主也 用德教来辅佐他 他就是一个开明的什么呀 君主了啊 开明的君主了 你看这已经听了八组歌曲了 魏之歌魏峰 我们看第九组 魏之歌唐峰 魏之歌唐峰 听完之后 曰 斯深哉 忧思多么深远呢 就是忧思深远的意思 忧思多么深远呢 岂有陶唐寺之移民乎 莫非有唐峰的移封吗 陶唐寺就是唐峰 这是唐峰呢 就是圣贤时代的之封啊 移民乎 不然何忧之远也 否则 为什么忧伤的这么深 想的这么远呢 非令德之后 谁能弱势 令德是上篇当中我们讲的美德 不是有美德人的后代 那可能会是这样子呢 接着第十组音乐 魏之歌陈峰 陈峰约 约什么 郭吾主岂能久乎 国家没有好的君主 还能长久吗 长久吗 自快下无机烟 自快下无机烟 就是自快峰以后 自快峰以后 无机烟 就是没有评论了 这个这个 他记者呢 对其他就没有评论了 所以他一共在这个国锋里面评论了 详细评论了十首 详细评论十首 然后你会看他整个就是一个像今天的音乐评论 音乐评论 但他用音乐评论是典型的是 我们今天讲文艺术批评当中的印象是批评 他没有什么用理论去来分析一个音乐 只说了他听这段音乐之后的这种感觉 好 接着往下看 他还听了什么歌 魏之歌小雅 这个时候呢 为他歌唱什么呀 小雅 诗经里的小雅 这算是第十一组了 悦美哉 他又说什么呀 美啊 思而不二 怨而不言 露出了忧思 忧思 但是二呢 并没有背叛之心 怨而不言 虽有怨恨 但不说出来 其周德之衰乎 这大概是周朝的德教开始衰败时候的歌曲吧 悠有先王之移民焉 然后呢 还有先王的移民呢 指的是还有先王的移民呢 这第十一首 第十二首 魏之歌大雅 说广在西西乎 然后给他歌唱大雅 那么记扎说什么呢 声音多么宽广啊 广在是指着宽广 啊 多么宽广啊 西西乎 令人 令人多么舒服啊 西西很舒服的样子 驱而有直体 其文王之德乎 驱而有直体 驱呢 是指晚驱 既晚驱又有正直的 正直的节操 正直的节操 这不是周文王的圣德吗 这就是周文王指什么呀 圣德呀 嗯 就是他听到这大雅之后呢 就联想到了周文王之圣德 他的音乐和他的品德是相匹配的 接着 这是小雅 大雅 接着第十二 十三组 就魏之歌什么 歌颂啊 那么听完之后他说 志已在 志已在 志而不居 驱而不驱 偶而不比 远而不邪 欠而不饮 福而不厌 你看他评价 评价了很多啊 我们从开始 志已在 志已在 就是好极了 这部分工作好极了 直而不居 是指刚进而不放肆 刚进不放肆 驱而不驱 为晚 为晚而不悲下 而而不逼 是指紧凑而不急促 远而不邪 是指洪放 洪放而不散漫游离 谦而不淫 变化多端呢 而不乱糟糟 啊 福而不厌 福而不厌是反复重叠 但是呢 不会是人的感到厌倦 哀而不愁 有哀思 有哀思 但不至于什么呀 不至于忧伤 乐而 乐而不慌 乐而不慌呢 就是不过度的意思 欢乐而不过度 用而不愧 声音不断的发出 犹如用不完的物品 广而不宣 广而不宣呢 是指这个这个藏着大量的东西 啊 诗而呃 诗而 广而不宣是 藏着大量的东西 但是都不完全表露出来 诗而不废 又如失误给别人 但是本身呢 并没有见到减少啊 取而不贪 又如向别人取东西 但是呢 并不过分 贪的过分的是 触而不抵 声音静止 呃 声音这个静止了 却从来没有停滞 行而不留啊 行而不留 五声和八风平啊 五声和谐八风平静 节有度 手有序 就是节奏符合 啊 节有度 节奏呢 符合规范 手有序就是灵奏乐器呢 有次序啊 有次序 盛德之所同也 有盛德的人的音乐都是这样子 啊 讲有盛德之人 所以说他在这里非常非常歌颂了什么 颂部分的这部分的音乐 像挨而不愁 落而不慌 这些都是后来的名句 我们接着看他还听到了什么东西 见五向萧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有的人读说是萧 他和这个萧是一样的意思 还有人读术 读术 一般来讲我们在书上见到的都读萧 见五向萧 南乐者 乐呢是一种这个乐器 乐是一种乐器 那么像这个向萧呢指的是 它是一种持剑而舞的一种舞蹈 拿着剑持剑而舞 那么南乐呢 这个都属于文舞 而南乐呢属于文舞 一个舞一个文 拿着乐 乐呢是古代的一种管乐 管乐器啊 拿着要舞的 然后接着剑舞啊 剑到舞着了 舞了这个 这个其实是已经看到了什么呢 他边听音乐边听舞蹈了啊 剑舞了 向萧和南乐 约什么呢 看完之后说美在 幽有汉 就说好啊 但是有点什么呢 幽有汉是美中不足啊 剑舞大舞者 剑舞大舞 剑到舞到大舞的 这是第15个节目啊 舞到大舞这个 这个章节的时候呢 记者说什么 美在周之圣也 好啊 这是周王师的什么 圣德 其若此乎 竟然达到了如此的地步啊 然后接着 这是第16段 剑舞 勺护 这个念勺护啊 勺护也是个舞蹈的名字啊 那么他说什么 圣人之红业 而悠有残德 这圣人之红业啊 圣人之红业指的是 这里面圣人主要指上汤啊 汤的德行宽宏 但是还有一些悠有残德 感到惭愧的什么呀 一些行文 可见呢 圣人呢 也有圣人之难也 就是圣人也有圣人的什么呢 难处啊 也有圣人难处 从这个舞蹈音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 好 这是第10 我看这第16个了啊 已经到了第16个 下一个就是第17个 剑舞什么呢 大下 记者看完之后说什么呢 每在勤而不得 非语 其谁能修之 好啊 为百姓 为百姓的是勤劳 而不自己去占为功劳 如果不是大雨 有谁能做得到呢 如果不是大雨 谁能做得到呢 这是第17个 18个呢 剑道 剑舞 勺骁 这 曰得之之以 勺骁 剑道舞 勺骁的时候 记者说什么呢 德行达到什么呀 顶点了 德行达到顶点了 大义 伟大极了 伟大极了 如天之无不 陶也 陶呢 是覆盖的意思 但是有的版本上呢 这个字不念陶 念岛 岛岛 我们一般认为念陶啊 不陶呢 是覆盖的意思 如地之无不宅也 就好像天没有不覆盖的 又好像大地没有不成灾的 成灾的 就是很伟大 很伟大 虽 甚圣得其灭 已加于此 这个念灭 灭的意思是无 没有的意思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这个虽然有极圣的德行 也无以复加了 也无以复加了 就是无以复加的意思 没有什么再加于此了 观止止 看到这里已经达到什么呀 达到顶点了 若有他乐 我不敢请矣 然后如果还有别的音乐呢 我也不敢再请求欣赏了 所以你看他听了大致有多少段啊 一共有大致十八段啊 详细的详细的音乐 这个一月五的音乐的评论 所以说他这一段话 对艺术鉴赏来讲呢 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献啊 很重要的篇文献 因为在古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古代诗乐舞 它是一体的 诗乐舞是一体的 所以说你会看到这样的情景 比如他前半部一直在弹诗 诗被唱出来之后怎么化 后来呢又讲到了舞 那么一定要有一个这基本的观念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 诗乐舞一体 它没有严格的像今天一样 舞蹈是舞蹈 音乐是音乐 诗歌是诗歌 没有严格的分化开来 还有一个我们能看得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古代的文学 艺术 它主要侧重于什么呢 政教的功能 政教呢 其实就是政治教化的功能 这也是影响我们中国文学很长的一种观念 叫文艺载道 就是我们认为文学艺术 它是有使命的 它的使命是什么呢 是载道 载道是为了干什么呢 为了教化什么呀 教化人民 教化人民 那么记扎呢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来 他在当时来讲呢 已经有很高的这种 非常高的这种艺术修养了 艺术修养了 那么这个就是通过他在鲁国文剑的文歌剑舞 做出了各种推论 然后呢 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关于歌舞的这种评论文章 评论文章 好 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嗯